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破頂定到頂,本周成關鍵 在未講到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恆新指數全日跌了213點 收報26,222點 成交不算沒約,只有652億 今日港股跌,承接上個星期五晚 美國突然說有個消息 就是中美貿談那裏又有少少濕濟 中國代表團突然取消了農場訪問計劃 但中國商務部其實又想補充這件事 就不像市場說得那麼嚴重 中國商務部就說 其實中美副部級的會談 仍然都繼續在磋商之中 也達成一個有建設性的討論 他覺得都是好事 今次計劃調整和初商是無關的 即是說不去看農場 和中美貿談的初商是無關的 純屬是單獨訪問計劃的變根 美國有關方面就表示 將會另行邀請安排這個訪問 即是說不去農場這件事 大家不要看得那麼嚴重 不要不代表中美貿談出現了問題 這個副部級,即是中國副商務部長 其實就不去 只不過是因為這個行程的問題 跟這個貿談本身這件事無關的 中方這樣說 今天所以港股跌下來的時候 都不算太嚴重 因為有些解話 當然,現在仍然最重要都是中美貿談 不過除了中美貿談影響到 港股的走勢 甚至乎美股的走勢之外 因為美股上星期五晚突然都由升轉跌 跌了159點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市場都關注一些經濟的問題 好像歐洲一樣 經濟比較差 搞到股市也開始有些回落的跡象 總總就是回到今天那個題目 究竟能不能夠再上一層樓 能不能夠破頂 還是已經是到頂 本周就很關鍵了 因為幾個市場都出現了一些信號 好像去到一些主要的阻力位之前 就出現一些壞消息 這些壞消息究竟會不會阻止市場呢 關鍵 我們先看美國的市場 開始看 大家看圖中這個是道指圖 道指升到上來前浪頂附近 7月16日道指最高見過27,398.68 你當它大概27,400齊頭 差1點多 即不夠2點就27,400 這是歷史高位 這陣子升到最高 是27,306點 即是跟上次相差不夠100點 是9月12日做的 不夠100點 但是這陣子好像有些少許回落 但這個回落又不是爭得了 未出現這一棍那麼長 這些棍 出現了的話 當然了 就可能是結束了這個升浪 就沒有辦法破頂 就已經是到頂 那現在究竟會不會到頂 雙頂 還是浪得住之後 再衝上去破頂呢 本周就很關鍵 那就是美國的 會怎麼看這個 中美貿易戰突然間 好像有少少變化這件事 特朗普星期五晚都說到 他不急於要這個貿易協議 2020年 等他當選了才來 簽都未遲 雖然他說了很多很多次這樣說 但是大家都知道 此地無人三百兩 他每次都說他不急 其實他心中極急 他快些拿出一個協議 就可以令他在競選工程上 有一個政績 他講到說 我不急於要一個 部分協議也好 臨時協議也好 他這樣說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他真的想要一個協議幫助他競選 當然這個協議要是有利他的 他才拿出來 他說不急於要有一個協議 不急於要有一個協議 不急於要有一個對他 不是極之有利的協議 他急於要有一個對他非常有利的 就算是部分協議拿出來 幫助他競選 他便急 他便想要 所以他都是想要的 問題就是 究竟談不談得到 中方解了話 就是今次 副部長不去看農場 不關事的 繼續磋商 所以就看看今晚美國 究竟什麼反應 美國如果今晚 都是回出一個正面的反應的話 美股找得到的話 港股也都會找得到 美股如果穩定得到 就仍然都是有機會 再炒一個樂觀的氣氛的話 他仍然都有機會衝頂 否則就到頂了 所以本周成關鍵就是這樣 不單止美國是這樣的 你看看歐洲 歐洲 多少個頂 這個是歐洲600指數 在400大關之前 就多少個頂 390之上400之前 1、2、3、4、4次 今天現在大概跌1%左右 又下去389.97 就是390這些水平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歐洲公佈的數據不理想 好像歐元區的PMI 跌到2012年10月以來最低的水平 我們說不太多個國家 說一個最重要的國家 當然是德國 德國9月的Market Kit 製造業PMI初值 跌到41.4 預期是44 前值是43.5 41.4 很低 是不是 很可能 德國經濟都是出現問題 所以 為何容許歐洲央行 德國容許歐洲央行 這次可能會放多些水 會買債 如果你說經濟一定不好 經濟不好 所以股市就會不好 你看看 其實它經濟一直都在轉差 不過股市都是這樣衝上來 特別是最後一個來兩個月 經濟都是不好的 那它一直衝上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衝景會放水 有時世界就是很扭曲了 因為放了水 扭曲了 就是不一定是經濟差 股市就一定會跌 經濟差如果是衝景會放水的話 股市就不跌 那現在它經濟很差 會不會又衝景去放水多些 如果它放倒的話 衝景它真的會放倒 就可以破到這幾個頂 相反呢 就是升到去見頂了 所以破頂定見頂 就是本周成關鍵 本周呢 要看看歐洲方面 會不會有些訊號出來 就是現在的數據很差 會有機會放多些水 即是未來的衝景會好 這樣的話去遮一遮 就有機會上衝400 否則的話 尤其是見頂了 不單止美國 歐洲是這樣的情況 內地股市呢 其實都是 這裡好像雙底 上陣指數 這條項線升不穿 又好像雙頂 究竟是升到去見頂 還是破到頂呢 就是破到這個 好像疑似雙頂這個格局 然後這條項線衝穿上去 這樣呢 也是本周也都關鍵 因為呢 之後就是十一國慶 就是放長假了 內地 究竟衝不衝到上去 本周應該有些微目的 當然他這個 也都受到中美威戰影響 又受到內地究竟 會不會在十一長假之前 放多些水的刺激 如果在十一長假之前 放多些水 歌舞聲平下 然後慶國慶 然後衝到上去 本周也是關鍵 所以你看得到 美國是這樣 即是說 見頂還是破頂 本周是關鍵 歐洲 見頂還是破頂 本周是關鍵 內地 究竟是不是見頂還是破頂 本周也是關鍵的話 回來 恆辛指數 人家就全部坐在頂 我們就在下面 因為我們也有些本地事件影響 我們就 真的受著這個 有壓力 不過壓力下來 如果你記得我上禮拜四 如果跌下來 如果跌下來 指洩位 就是收市位 跌穿兩萬六千二百點 我們就指洩 今天跌穿兩萬二千六 最低去到一百八十六點 兩萬六千一百八十六點 但是收市位 就站在兩萬六千二百點之上 多了二十二點 所以按道理 我們仍是可以 那一柱 分柱吸納 那一柱 仍是可以守住的 不過這樣 如果明天 收在二萬六千二百點之下 都是要投降的 因為說了 就要認輸 就要認輸 就不可以賴貓不認 如果真的跌穿兩萬六千二 收在旗下 就唯有止蝕 事實上如果跌穿上升軌的話 都應該是可能弱一點的 但是今時今日 即今日現在這個收市 這一刻來看 都仍是可以守一守的 博一博 一住的 不加住住 不上去就不加住住 等一下它 看看它可不可以衝上去 我覺得它可不可以衝上去 最主要原因都是看 剛才那幾個地方 即是美國、歐洲、內地 究竟市場能不能夠上升 能不能夠穩定 如果剛才那些地方可以好得上的話 當然港股有條件 可以反彈 這是一個後秋 反彈上來看 就是兩萬七千八 兩萬七千八 既是頭堅 這個小型頭堅底的 量度升幅 也是下降鬼水平 萬一跌穿了下來 就是要投降 止蝕 止蝕 到時就官網 短線官網 變回短線 就不是綠燈了 如果跌穿下來 收在二萬六千二之下 跌穿這個上升鬼 我們短線就轉成黃燈 中線一直都是黃燈 到時就官網 看看方向是怎樣 上次說了薄分 但可能是錯的 現在都是 我都是這一句 如果今天 它明天可能是跌穿二萬六千二收 所以我都是說 可能我是會錯的 所以大家風險要小心 贏了不用多謝我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到此為止